哈囉 歡迎回到不想工作 志祥首座 我是Zoe 7月1號到4號是一年一度的文具展 大家期待嗎? 那今天是文具展展前巨量文具開箱 登登!就是這些啦 好久沒有一口氣看到這麼多的文具了 這些都是來自台灣的文具品牌 新美盛文具 今天就是要開箱這些東西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會利用這個 來做一個獨一無二的土豆的筆記本 那我們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家的主打商品吧 首先呢是Lite自由組裝系列筆記本 我相信這系列筆記本火紅的程度 大家應該都聽過了對吧 那它呢是一本完全客製化 從它的封面、扣環、內頁 都可以隨心所欲自由組裝的筆記本 好的 那就跟我一起試做一本吧 步驟一呢就是要自選封面 它這個封面總共有9種顏色 分別有松石綠 玫瑰粉 珊瑚橘 純透明 寧靜藍 鮮花黃 蜜糖橙 新幻紙跟冰心藍 有9種顏色 一包裡面呢包含了2張透明的PP片 加上有色的斐葉2張 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要來自選裝訂環 那這邊呢一樣也是9個顏色的 不過它這個裝訂環呢 它分成2種尺寸 有15mm跟20mm的 那我手邊這個呢是15mm 它可以容納50張紙 那20mm的可以分到80張喔 那裝訂環的部分我要選這個純透明 第三個步驟呢是自選內葉 它有經典的三種格式 有空白橫條紋跟方格 那我自己呢是方格的愛好者 我要選擇用方格的 那我們先拿出我們的封底的部分 再用這個裝訂環把它扣上去 你聽到這個咔咔兩聲呢 就是裝好了 非常的舒壓 下一步呢就是把這個有色的斐葉放進去 手指頭按壓 再來放我們內葉的部分 因為這本內葉呢總共有50張 那它比較困難一次全部放進去 所以我建議大家呢 把這50張分成三等份放進去 內葉都裝好了 然後接下來呢 再裝這個有色飛葉 那最後就是把這個透明片放上去 ok 一本基礎的筆記本就完成了 真的是非常好看 而且又很堅固耶 那大家知道它最棒的地方在哪裡嗎 那就是它可以自由的換葉 假設說呢 這頁你想把它拿下來 可以換到前面這邊 甚至呢你也可以按插新的一頁進去 這個呢是他們的自選分格頁 可以按插一頁新的進去 好的如果今天呢大家想說我不喜歡這個空白頁面 我想要用我自己手邊有的有色的襯紙跟花紋紙 那怎麼辦呢 他們還有推出這個單孔的打孔機 以及有12孔的打孔機 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要按插進去的資料打洞再放進去 那它這個本體呢是霧面的黑色 這邊有一個尺龜 可以讓大家看到洞和洞之間的距離 我來示範一次 我準備了一張我想按插在這個頁面中間的金屬紙杖 那我把它的大小裁得跟這本本子A5一樣大 那我要如何開始打洞呢 拿出我們這個單孔的打孔器 因為這個本子呢是A5的 這邊呢有一條A5的線 那這邊有A7啊B5啊其他各種尺寸的 等一下呢就是要讓你的紙對齊到這條線 對照這個邊上 然後打一個洞 OK這就是你的第一個洞 來看看位置對不對 對沒錯就是在這邊 接下來你就可以按照它給你的指示 這邊呢還有一個凸起來的指示線 下一個洞的時候呢就是要將凸起來指示線 對齊第一個的香菇孔洞 然後之後再按壓一下 以此類推延續下去 我覺得說如果你今天會有很多自己做頁面的機會的話 買那種12孔洞的打孔機 會比較方便一點 就不用一個一個洞自己打了 OK我打完了 立馬來試裝看看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人家可以多了一頁奢華的內頁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裝飾你的筆記本 那我等等呢就是會利用這台單孔的打孔器來做一個筆記本 我繼續把其他的商品讓大家都看過 影片的最後呢我們再來做一個特別的筆記本變化吧 第二樣商品呢是Uber Prefer 神力平真電書機 我覺得他的顏色呢跟剛剛筆記本一樣非常繽紛 做一個馬卡龍色系 總共呢有五種顏色 這款神力的平真電書機呢我覺得他除了在外型上比較討喜之外呢他也富有內涵 你可以看到這個電書針的屁屁這邊呢有一個按鈕按下去 噠噠噠 他這個裝針的神秘空間就跳出來了就好像抽屜一樣 很想要一隻不斷的按 跳出來 這個設計呢我非常的佩服 我終於可以不用再把電書機搬開了 把我們的針裝進去之後呢再合起來 來完美這樣就可以囉 好我們來試訂一次看看 OK 喔 他這兩段是的第一段呢他會先打一個洞 那第二段用力的時候呢他就會把針戳進去 後面的部分呢很平耶 你摸起來呢完全沒有任何凸起物 我覺得光是一台小小的定書機裡面你就可以看到說 Uber Prefer對商品的用心和認真 OK第三樣呢也是工具類的產品 他們有帶來日本SUNSTAR的文具 這一款呢他叫做KATAMARU FIT 圓角裁切器 那我很尬意的呢是他這個半霧面的機身 而且你在按壓的時候呢你可以看他內部機關正在運作的樣子 好那就是把你的尖角的地方呢放進去 壓到最深的地方按一下 噠噠噠噠 就有一個很漂亮的圓角 而且我覺得他最厲害的地方呢 他居然不會毛邊耶 不論是薄的紙張還是厚的紙張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切下來的角膠呢 他們呢都會乖乖的待在這個機器的收納槽裡面 打開蓋子就可以把它倒出來囉 有一種很想把它收集到全版再一次倒出來的感覺 這次的商品呢真的太澎湃了 所以我會介紹的比較快 接下來這一款呢叫做布年膠攜帶式兩用剪刀 那其實這種筆形剪刀呢有流行一陣子了 那這一款呢他除了他也是經典的筆形剪刀之外 他還多了兩個特點 第一個呢就是他刀潤呢有不沾膠的功能 所以是這種黑色的 那另外一個呢你會發現說 他合在一起的時候 有一邊是比較突出的 那這個呢他可以拿來當作是開箱刀使用 那你把它往上推 往上推之後呢他兩個刀潤的地方就會是平行的 就可以把它拿來當剪刀 這種有二合一的功能我覺得很不錯耶 第五樣呢是辦公室很常用到的膠帶切割器 大家有沒有發現傳統的膠帶切割器 一隻手是無法使用的 只要你一拉整台膠台都會被你拉著跑 讓你必不得已把手邊的事情放下 兩隻手好好的把膠帶切斷才行 那這一台膠帶切割器的設計師呢 他應該是發現了傳統膠帶台的必定 所以設計了這一款擁有超強磁吸式的膠帶台 他叫做磁吸式直膠帶切割台 他磁力非常大再也不會被你牽著跑囉 那因為剛好我手邊目前沒有膠帶 沒辦法示範給大家 不過呢我試用過他的磁吸力真的非常的厲害 我相信他是我之後包貨的最佳幫手 那第六樣跟剛剛介紹的商品有點相關 也是膠帶類別的產品喔 是來自日本的文具 那我覺得我這次介紹的東西 都很偏向是辦公室可以使用到的文具 所以公司的總目趕快來看我們這支影片 這個東西叫做單手自動切割膠帶 這項文具有榮獲日本文具大賞的認證喔 同樣也是為了單手能夠使用的文具用品 我發現大家很追求單手也能用的這件事情 那他的用法應該就是 喔 你這樣子一拉 往下壓呢就可以切斷這個膠帶 那裡面這個膠捲呢 應該是可以做更換的 只要更換這一個呢就可以無限次的利用 工具的部分呢我們都看完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筆的部分吧 這三套筆呢都是來自中國的品牌 分別呢是蘇圓中信筆的風華系列 桃花園系列 還有這個是浪花花藝系列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風華系列 來揭曉囉 3 2 1 哇 它是一個很飽和很鮮豔的顏色耶 跟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樣 不過呢 從它這個包裝盒的這隻鳳凰來說 就有透露一點玄機了 那它的顏色呢 分別叫做 殘捐 落神 雲夢 金紅跟蕭香 我覺得它顏色的名字覺得非常有意境 那它筆桿的部分呢是霧面的有止滑的效果 摸起來手感還不錯 我剛剛全部都試色完了 我覺得筆桿跟實際上顏色呢 其實沒有落差 反而我很驚訝 居然能夠做出像這樣子的顏色 接著呢是桃花園系列 它的顏色有星桃 夢田 幻溪 跟千末 和冬梨 那其中這兩隻呢 它是螢光色 我自己呢我最喜歡這一隻灰色的 那給大家看看它試色的成果 我覺得這個顏色呢也是相當的驚人 就是每個顏色跟筆桿上面都沒有太多的差異 最後這個系列呢叫做浪花花藝系列 我們來看看它的顏色 這個系列呢真的很有花藝的感覺 有浪漫的大地色 它的顏色呢有奧切、朱立葉、庭園玫瑰、太妃堂玫瑰、厚蒙貝姆、大花蕙藍跟黑火賀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試色效果 那這幾組的筆頭呢都是0.5mm的 我非常喜歡這種粗度 大家最喜歡的那個顏色呢? 接下來呢也是同一個牌子的筆 它叫做Turbo素乾彩虹0.5中性筆 它顏色呢分的非常的豐富 這個呢是我試色出來的成果 我覺得寫起來呢沒有剛剛那幾個系列來的飽和 但顏色呢是很好看的 我覺得它的整支筆的筆桿雖然說是塑膠的 不過它在握筆的部分有做了紋路可以止滑 不過對於我這個熟悍人來說呢 這一點點止滑沒有什麼太大的用途 好!最後要介紹的呢也是筆類 不過這些呢是螢光筆 這系列的螢光筆呢我真的蠻想要試試看的 大家有記得我在兩年前日本的展覽會上面 有看到一隻雙頭龍的螢光筆嗎 後來SUNSTAR呢他們推出了這種 插頭的二合一螢光筆 它同時有螢光筆也有這個細筆頭的功能 我真的會覺得很難想像要怎麼樣使用欸 我們來試試看吧 喔!畫起來很輕鬆 而且呢其實我原本擔心的是說 如果我今天在用螢光筆的時候 細筆頭會不會也會督到桌面 不過是不會的它這個角度又算得很好 然後呢你可以再換一邊用細的部分 很好寫 以前讀書的時候呢比方說你要用螢光筆 然後用完之後呢要換成是一般的筆 做實有一點麻煩 以前都會偷懶呢一隻手拿兩隻不同的筆來使用 不過如果有了這隻的話呢可以立馬的調換 簡直實現了我國中的夢想 好!這是測試完的結果 我覺得我對他們評價非常的高 我覺得怎麼會這麼好用啊 我希望他們能夠出更多更多的顏色 我想呢上次大已經是在這種雙筆頭的部分文上癮了 他們還推出了這種 同時間都是細筆頭的筆 那剛剛這個八個顏色呢我全部都試色完畢了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成效如何 這隻筆呢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它一筆三用 第一個呢你可以用它雙線的部分畫底線 第二個呢你可以用它單色部分寫字 但是你要用它雙線的部分一起寫字會有一點困難 感覺在角度上來說會有點不太容易 我自己覺得這樣的使用方式是最好的 我覺得這個紅色加藍色啊非常的撞色感 雖然說感覺在一開始看的時候會覺得有一點違和 越看會覺得越喜歡 很期待看到上次大之後能夠有什麼樣的新品 感覺它一直在突破自己的極限 這個筆真的是太有趣了很好玩 好的製作時間 我要用到讓FUN推出的超可愛格文襯子 大家可以運用手邊的花紋子 把花紋子呢貼在剛剛的有色飛葉上 因為紙不夠大所以我用兩張襯子來拼 貼完之後呢把多餘的地方裁切掉 雖然還沒有完成我已經覺得它好好看喔 再來呢用圓角的裁切器把四邊呢都打成圓角 最重要的步驟要來囉 用單孔的打孔器 將襯子也打出香菇孔 大家聽聽這個聲音 非常的舒服療癒 我們試著放進去看看 完全沒有問題 自己做頁面就是這麼容易 那我們來挑戰一點更難的好了 拿出一張紫色系的格文襯子 我要用到的是WRM的迷你信封打孔器 這款打孔器的使用方式 我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喔 一個超可愛的小信封就完成了 那跟剛剛一樣的打孔方式 就算它紙張厚了一點 但絲毫呢沒有阻礙 我們把信封裝上去 很棒的地方是你可以隨時幫小信封換位子 我後來呢又增加了很多配件上去 完成! 哇喔!第一次這麼隨心的把筆記本按插紙進去 我來看看裡面吧 我後來呢又加了各式各樣的小東西 這一張呢是一張小卡 可以寫一些字在裡頭 那小信封裡面呢可以放標籤或是票卷 大家覺得這個成品如何呢? 一定要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自己是還滿滿意的 大家喜歡我這次介紹到的文具嗎? 在7月1號到4號的文具展呢 會在第二把攤位可以找得到喔 因為疫情的關係呢現場是沒有販售的 不過部分商品呢有開放適用 我到時候呢也會去現場 大逛特逛 如果有看到喜歡的東西可以線上直接購買喔 那期待在文具展可以和大家相見歡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請記得訂閱頻道 我們下下見囉 掰掰 掰掰 文具展見 文具展見